愿意推广传统文化的朋友 再说两句 今天是12月20号 这是德国的百花大楼 哎呀 Wüste Kaufhaus 什么从Wüste Deutschland 它就是 Kadeve 就是这个意思 Kad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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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给大家说点啥呢 就是 传统文化 在这样 无能的国王 三胖子打不出个屁来的国王的 同在的时期 这么多 这个义工 抛家舍业的 来 恢复传统文化 讲这些 我就想说 在这个乱世中 这么多义工 抛家舍业的 比国王做得还好 比国君做得还好 你想想 你想想 这个世界多幸福啊 有这么一堆 比我做得还好的义工 恢复传统文化 恢复传统文化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他们飞天艺术学校 你们在YouTube上都能看到 讲的那个 不是不是飞天艺术学校中秋节 有一个 又是 这几年的舞蹈大赛的冠军演的 哎呀 就展示一下 他们现在又到啥水平了 又真的是 没法于去年比了 又上一层楼了 那个音乐更是大气 我本来想到那 给那个上次那个中国人 还学音乐的看一看 结果看他们那边19点关门 19点半关门 以后再说吧 就是说 哎呀 习近平我最近看了 今天早上看到一个 好像说说说铁板图 说说说说说 预言里头好像是 就是死跟着中共走 最后死在跟中共这件事上 就是预言是这么说的了 咱们也不知道 哎呀 真为习近平惋惜啊 这么多预言 围绕的他 都是繁体制的 羽毛 白色的羽毛 啥啥啥 那不是习近平的习字吗 生在这样的年代 在大家都刚正不阿 直言不讳的时候 就被那习 习林附体的那些官员们打 打下去的时候 就他一个人上去了 因为他老好人啊 老好人何事老 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 这种人他就容易到现在这个位置 因为两派打斗激励的时候 他都愿意弄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 大家都认可的人就是从来都没让他们讨厌 要让他们烦让他们怕 让他们怕 这么一个人 实我已 哎呀 哎呀 习近平生的 是生在这个年代 很幸福啊 这么多人 当他不行 说不上话 老好人 也不敢说话 脾气秉性所至吧 就就 历史就把他推上 这么个 呃 憨厚者才能出头的这么一个位置 你看你看 你看博弈熙来那么厉害 这个无一和 这个温家宝就是把他 踢走了 这草根结成的怎么样 道德不好照样给你搞下去 不怕你 我为了国家 他有一批刚正不恶的官员 我为了我为了这身 这身这身这个 呃 这个关键全都不要了 乌鲨帽全都不要了 我也要跟你一起下去 他好像 条件 无疑的条件好像是这个嘛 只要 薄熙来到重庆去 我就马上退休 还没到退休年龄 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个温家宝最后一次 说王力军的新闻报告会 不是也是 就是等了记者半天 才等出来一个记者 提罪方法的问题 反正总是有 反正习近平就是 幸福 他不行有一大批人 比国王还行 比孙中山的那左右手 左右部队都行 那 所以 又不是又什么又什么高僧 我看有个报文章里头说高僧说 属羊之人解体中共 他们那个小年轻的评论 都是在字面上去解读这个 寓言哈 其实寓言是有一半是谜语 让你猜 把什么都告你 这是一群羊 美工农医学商军 美工农医学商军 到处都有一波太斗鸡的人物 十位一不二 或者是名声特别大的人物 微信特别好的人物 包括司法界 可能有一批 属羊的人会 到习近平那去禁检呢 或者是怎么着 或者是像李东升这种 六十二岁的老羊 把中央那样电视台 是这个高层的后宫这件事 还不是一般的后宫 是通奸后宫 哎呀 乱了乱了 乱了 乱了 因为什么 所以 都给它抖了出来 每天半个小时 每天十五分钟吧 不要一个月全中国就震过来了 这也算是灭中共嘛 哈哈 那道貌岸然的人 都在播音园里头 但是他们 他们 却干着那么龌龊的事 所以这个国家要震过来 旧的有一个人把这些事都抖了出来 变小道消息为大道了 这样电视台每天播十五分钟 所以弄成马赛克了嘛 不用把他们图像搞出来 哎不太好容易啊 反正是真话现在都是小道了 小道了 谣言谣谣领先之言 现在 都变成这样 好别的 在这就想拿开我们这些 好别的 给春朗传统文化的人讲两句 这个剧院是非常重要的 剧院前发传单 前天有个医生 医生 事务事 医生 医生诊所 进去以后 我说找老板 然后那小姐姐拿着一个传单去 跑的老板 开始他不难 我说你找老板你别用你的嘴说 你用嘴说老板啥也不知道就拒绝了 你还是拿着传单去给他看 老板看了 然后一手说 没问题可以放 我已经在这个剧院那个售票处已经看过 那个台上已经看到过这个传单了 就是说 一流秀 谁都喜欢 在一流剧院谁都二话不问 就接纳 整体配合吧 这样也省我好多事 这边就是军道如牌三岛 牌三岛 到哪儿 现在人家都接纳 所以 传统文化 你看这些虽然大公司的前台不愿意放 大百个公司 大服装店 但是他 雇员休息室还是放的 现在已经不是 五年前了 五年前他们是放过一次 这一拨人又是新的一拨人 随运传单可不能年年都放后台休息室 所有的雇员休息室 咖啡间 更衣室都可以放 今年是另外一拨人 这个 神韵欲告片 这集三十秒太厉害 刚才又碰到几根 老板不在故言在的 本来那个面孔冷冰冰的 然后给他一放 哗就变了 什么能够几秒钟把人叫醒 他真的人都喜欢美好的 纯善纯美的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电视剧影视剧真的是给大家搞坏了 真正的传统文化就是预告片 展示了这个 一看人就化了 多铁板 铁板脸一块的 一看就化了 融化了 哎呀 都被邪党给破坏了 邪党是邪灵在人间的 载体 附体 执行者 代表人物 邪灵呢 就是由败 败坏的宇宙的 各个空间的败坏物质组成的 是 怀着恨怀着妒忌死了的一些人 还剩一口阴气吧 最后集结起来 然后这个妒忌的生命 本来也是特别 跟神对的来的 它就是要 张开张开 跟神对着来的 跟神对着来的 哎呀 就是为恨神 妒忌神 然后要跟他对着来的一个生命 这样相生相克 这宇宙中 产生的 你不看 齐书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你就不知道啊 傻呵呵的以为什么 共产党洋狼还挺好的 现在变坏了 他打根上他就是坏的 骗了多少人 六十八年的教育 给我们搞的 哎呀 我为什么现在老唱神圣的歌 一一静下来 一有高兴的事 脱口而出的都是红歌 澎湖水浪浪浪浪啊 巴拉巴拉 现在不会了 要么 一有空脑袋就 要么就被论语 要么就被 这个 不是老子那个论语啊 是这个 明慧网站的那个论语 你们去看去 那开始 你看那文字 可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 我们去看吧 天际不可泄露 室外高人就是室外高人啊 反正不说别的 就说李白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你看浦春熙 他 朗诵这个 现在大陆新朗诵 唐诗山麦首 这也不错 也是一种没有办法了 传统文化 恢复不起来 有的人他就 动点智慧 是朗诵 这样 不恢复也得恢复 这样 浦春熙真是谦虚 那么有名 不像有些大腕 老绷着这个脸 他是老是鞠躬在台上 你看他背诵 这个 枪禁酒的前前后后 全都是向大家鞠躬 还有脱口秀 在YouTube上都能看到 不过建议你们去看YouTube 中秋节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的表演 汇报表演 哎呀真是棒 那个音乐真是棒 哎呀 这感觉是所有的五千年的文化 最殊胜的 神圣的精髓的量的东西 全都从那个音乐里头展现出来 再加上他们这个舞蹈 那简直是基本功这么棒 哎呀 倒梯几斤 小菜一碟 坦着工都小菜一碟 哎呀 真的 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今天就是想给那艺 艺术院校毕业的那个学生 他说前几年义工的那个 我学生的现场乐队伴奏 他听着不专业 我就是今天想去跟他说说不是不专业 是人家是全世界各地 不要一分钱就是恢复传统文化的 那么一个新人家来 抛家舍业的来来来给大家 水团现场乐队伴奏 能演到这份上真的不错了 什么 就不感动不流泪 我今天想去跟他说这个 结果他那关门了 我今天是 哎呀 这个 14点以后 开始做 一直做到19点半 现在都8点了 哎呀 20点多了 就是对这个意思 这个时间所有的店 他一天 他那个兴奋劲都过了 接待你 老老实实接待你 你呢 就不要在乎什么时间 什么快点回家购物 今天我这心一点都没有 就是 云游欣赏 看每个人 iPad忘家了吗 我就看每个人对我的手机反应如何 看了也是 哎呀 感动的不得了 嘴巴也 你们都去看神韵的一高票 看吗 谁运碰的 COM 都能看到 哎 什么 什么水平什么境界的人 就被什么东西吸引 反过来说什么 什么 你符合你的思想 符合了哪一层的生命 哪一层的生命 就起作用 有一天我摁了律师的门铃突然悟到 哎 师傅这句话 哎 就是说 反过来说呢 不是我符合了正的生命 符合了 师傅要的 那不师傅就帮我吗 马上就知道 哎呀 什么东西 哎呀 反过来想 啊 这样就 尽出疏儒 哎呀 传统文化 五千年文化 大唐的子孙不会闲着不动的 他们都在思考怎么做 所以 评价红二代要靠谱 红二代他那个思想 内涵都很深的 看不起 爱穿着打扮的 他就看得起那个 我说好的红二代啊 人以理智性如是道 还在心中的那种红二代 他 不动则已 要动 都是那个那个 林立果级别的 要动就大动 林立果要不是林斗了 也都成功了是不是 鸡鸣飞了 而是要不是谁谁谁要整他怕 其实也成功了 好 你看这对面的房子多美 美国中国都找不到 这是西柏林地区 蓝色的灯 这都是工业设计了 学一学 接着再聊 关于这个 红二代 他们这些人76年不是在高二上班上学的时候 突然全班 我们年纪八个班嘛 突然就都没了 每个班就剩下 一半的人 都走了一半 后来八个班就合并为四个班 我们这些家里不让走的 就 留下了呗 现在看来 我老娘做的还是对的 没去携党的军队当兵 哎呀 当了也是要入党啊 不过也入不了 我这张嘴入不了 他这个老爱说人家的 子子人心 要命的地 毫不留情 就是说他这个 76年当兵这拨人 看到我们这拨人都考上高考了 又回来又恶武啊 后来这拨人都考上高 就有几个吧 也是入了党的 都是 都超零了 在班里头都好老大的 就回来 考啊考啊 考好几年的 我们有一个 我这张嘴 我在中学 传织部书记大 加班长 突然有一天 就被老师 调动全体同学 大选 突然改选 我改掉了 哎呀 现在想起来 也是英国的恶福啊 虽然咱们 不招人待机 但是也 也知道 当这些官啊 反正大学我就再也不 不沾一点什么 这些 书记啊班长呢 宣传五天我也不当 生怕这些事找到我 为啥 耽误时间 还还还 勾心斗鸡 我还某一天 要给你撸下去了 没开除我 我就在外头呢 我一定要保持这个状态 开除开除 没开除我 我就在外头呢 哎呀 就是说呀 这帮人 79年 他们 罢官都不大 但是 这个 越南战场可 每一个去 都调回来了 越南战场 头一年 绝对任何人不许调 调了就有什么违法 军委的命令了 就听说有的 军长把自己儿子调回来 都 招处分了嘛 但是 309 301 医院的那些 医生的孩子们 都调回来了 没一个 没一个 没一个呀 上战场的 接着说 然后他们都回来了 而且现在都是 你看我们这波同学 现在 都是 301 309 什么 师范大学图书馆 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 都是各行各业的 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的太太 全都是主流社会 你以为 我这些同学 全都是主流社会 还有那个去打篮球的那个 当的是体育兵 回来到香山 任香当 香山街道 党委书记 香山街道很大的 管着所有的香山的一片 那也相当于 这边一个城市 中国的区长 区委书记 地委书记 街道 那也看地方的 看 等级疾病 他妈就是义和园 门诊部的党委书记 那时候我们老师都找他 他妈看病 所以他在我们学校 红着发紫 都要求他妈妈 所以就对他女儿 都晃开一遍 啥都向着他女儿 当体育兵回来了以后 他爸是总参的嘛 然后回到以后 找的老公也是总参的 哎呦我们这些同学 女生现在都是 自己原来这个大院的 私以上的干部的太太 基本上全都是 哎 哎 97年我回去 给我吓一跳 呵呵呵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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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人的孩子 现在 我这老公是 正私直的干嘛 哎呀 金飞西比金飞西比 金飞西比金飞西比 嗯 然后是 我想说的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 这些人 现在 都是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嗯 97 77 77 77年 77年高考 400分的人 有一批都到 格兰新加坡 呃 格兰新西兰 呃 公派的留学生嘛 美国英国 反正 就是 都都派出去了 400分的 哦 嗯 啊 我们我们中学有两个出就 考上的 没上几天大学都被选走 这位人 没有没有当高官 哦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当高官的 那个因为他爸是是原来就是什么部长 他现在 是在某某部里他一个当处长 就是 总而言之 这些人 我们同学原来就是 算是 中 中高级别的吧 其实确实没有太子党被说 太子党都是大家瞎说的 只不过没得说了说是太子党 就是说中高级别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挨不着斗 然后呢战争期间也都能早点回来的就这一波 呃这一波人现在都是各行各业的 我终成以上干 司机机票差不多都不行 所以你说他们是红二代能把习近平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的 他们那个忠于党忠于毛肚起 你看零逗逗你就能看到 能把他老爹 每一个计划都给透露 给给给给老毛 我们就想这些人对老毛多重吧 为什么习近平愿意保持老毛的这个独裁状态 去宣誓以后有胡判长 不管真的假的 他就是为了维持一个 大家都 从一步伐听他的 不要妄议中央做这个东西 他希望有这么个局面 最后在意识 暂时就想到这